作为科研人员来讲 那么当然是希望做的事情能够有价值 就是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够用你的知识和用你的积累 带领你的团队 解决一些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应该说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讲 是非常荣幸或者荣耀的事 奥运设施建筑 你是要对城市对文化传统负责任的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那是17年春天的时候 接手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任务 你得把中国文化元素融入进去 然后我们从S型曲线能有多少种这种文化元素表达出发 那就多了 但有了如意这个 这样一个可能性以后 其他就不用考虑 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文化共识里面 公认的程度相当的高 我们的目的就是得实现它 团队的人跟我讲说 有可能许如意这些东西实现不了 在做这些几何形状的时候 都感觉有些吃力 后来我在意大利想想 那不行 我把上面掏空 他们很快告诉我 说这个有可能可以 那这才往下推荐下去 这个是咱们的结构工程师杨肖老师做的 非常漂亮的结构 原来的工作量是在一半年纪 然后19年主要是在建造 这个没有任何直的柱子 有相当的难度 包括这个厌壁的底下 也没有柱子能落地 这个底下也是空的 你看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外边 就没有能落地的构建 这个视角是挺特有的一个视角 运动员 两条赛道从这儿飞下去 其实每当我站在这个角度 看这个前面的一个悬条的时候 我自己还是挺最悍的 结构东西永远都是这样 一方面你得实现的 另一方面得稳定 可靠 清华建筑传统有一个利他 奥运设施建筑 占用的是公共资源 那城市里的公共空间 很长时间里都存在 那是要表达我们共识的 是记载我们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不能是少数人的个性 一定是基于共识的范围 这也是咱们清华建筑 整个传下来的这个传统 冷却塔冷却池工业遗产的背景 奥林匹克怎么讲出一个 它到底是和哪个城市的 具体的社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推动这个社区的城市更新 那首钢这是最好的利兰 就这个天际线 就相当于北京的工业记忆 也是首钢的工业记忆 你要加一塔 加一个台子在这 你首先得保证 加完了的这天际线 你肯定得变吧 但是能够被人认可为 这是首钢的天际线 就我这么加我能认 这个首钢大跳台 因为它名字 运动的名字叫Big Air 就是尽量高的往空中腾跃 它是加完速 然后把自己给抛起来 运动员大概高度能到这么高 就离开这底下这个面 能有十四五米高 四五层楼高 然后翻滚之后落地 当时我们就看着这跳台 就干这一件事 就觉得有点不甘心 咱把那空中技巧也能不能给弄得一块 你看啊 从这个转成天蓝色的第二格 就这个位置 到这个绿的第二格 这个中间连成一个直线 这基本上就可以转换成空中技巧比赛 做这个可变结构设计的和做雪如意顶上那个顶峰设计的结构工程师是一位 我们的杨潇老师 用了正四面体的结构 最后它可以累加出来 然后上面再搭着板 就可以在48小时之内把它转变成这样 这真是第一次 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一个一直不能忘的事 就是照明设计 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说 你照亮这个东西 让人觉得还是它 还是白天那个气质 但是如果你跟白天气质一模一样 也不能获得晚上的这种视觉惊奇 所以它一定有它夸张夸大 或者更适合黑夜的东西 那个就是照明设计师需要去创造的东西 张鑫老师的灯光设计 就是他做灯光设计的一个价值观 是我们建筑师所有建筑界的人都最认识的 就他永远 他做灯光设计不是为了让你看他的灯 而是让你在夜里头 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到 这些被建起来的建筑和周边环境的另一面 另一种性格 然后我们先做的就是这个 这是东奥组委办公区 那么它做法就是每个建筑 就是强调它一点点的装饰性 所以都是小尺度的表达 如果谈荤素搭配 前面这个东奥组办公区是一个素的 后座的是一个荤的 是一个主角 做了一个全红的设计 需要有一个东西把人吸引进去 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京城最佳首发地 就特别适合做发布会 然后说到这个南区这个节点 这是张老师这个 张老师这个是长人街上的标志 应该是最亮的 其他的呢是配角 它依然是一个主角配角的关系 所以这张草图 你看它这个意思 就是想象着空中有一个光源是月亮 月亮照亮的飘带 这飘带就是上面最亮的 然后渐弱 这个是最亮的 然后渐弱 然后再弱 所以就是你越往天上飞就越亮 就是想创造这么一个往上飞的感觉 然后它最美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水面有个倒影 然后老百姓给它起个外号叫水晶鞋 所以那个张老师白天 那个就是那个敦煌的飘带 晚上就变成水晶鞋了 然后延庆赛许 我做的叫照明总体设计 我们想创造一个意象 就是山脚是人家 山顶是雪场 雪场就是冷的 人家屋里是温暖的 所以它总是去想办法阅读 这个建筑本身最不一样的地方 在日景照明里头看到的是什么 在夜景的灯光底下 揭示出这个建筑里头哪些遗憾的性格 这个过程我是非常陶醉 各种颜色 某一看以为是观众 我作为科技冬奥专家委员会主任 和这个重点专项专家组的组长 无论是从管理层面 还是从技术挑战这个层面 其实都非常多 这个整个进程当中 其实还是有很多艰辛吧 总结一下应该说是 叫合作无间 百折不挠 挑战极限 在交通这个方面 咱们清华做的贡献呢 就是在这个清能出行上 这个的核心技术呢 就是咱们清华转量学院 他们来做的一些事情 半澳的一个理念呢 就是绿色可持续 东澳里边我们清能出行项目 说展示出来的清能全链条的 制氢 土丁 运氢 到嘉庆站 再到咱们运制客车 这样一个技术链条的 它的成熟度 它的产品的可靠性 那都会是一个集中检验 那么这个事情 对全球的燃料电池客车 可以说是一个里腾杯事件 很多项目其实呢 都是用科技来支撑 咱们学校的那个汪家道老师 其实做了不少的事 它那个核心部分呢 就是做的减阻 运动员在比赛场的时候 他不认为分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高度紧张 他这个对外界的感官 他实际上是屏蔽的 运动员他的姿态 他取决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你空气减阻 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发力 所以运动员实际上是在这两个之间找平衡的 我们要告诉他每一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程度 如果我如果让他运动的话 去测你很难 那怎么办 那其实就是分不动什么的 就是说我人不动 就把你运动的三维姿态 实时给你测出来 这样就能实时测试你的姿态和阻力之间的关系 来辅助运动员去训练 提升个人的能力 冬奥这件事情 清华人无论在科技冬奥顶层设计 还是具体项目的实施 公关取得的成果成效上 这件事情是不复清华的 据我了解 咱们校所有的学科都在那里参加了 在清华的发展史上 其实也是一个很光彩的这一笔 要在国家关注的重点领域 要做出清华自己的贡献 很难得很荣耀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